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贵 现在我们准备去吃晚饭了 准备吃一个这边的很特色的一个叫做粥里火锅 包仔粥 以前只是在网上看过 因为我们那边火锅都是红油的 这边还是拿粥来炭火锅 都去尝试一下 因为那要做了手术 这几天我们就在城里面溜达溜达 然后到处玩一玩 然后这两天又现行 我们就不太方便开车往那个现行区走了 昨天我们都是去坐地鞋进去看地道的 走走 确实有点远 然后他看我们就挺激动的 还是让他多静养两天 他这两天最好就趴着不动 是最好的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就先不去 等4天的现行过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车往城里面走 要方便一点 对 我们现在就在现行区域外活动 我们来吃这家店 看图片感觉好丰盛 我们先停好车吧 把车停好 今天虽然说不下雨 但是我觉得好闷热呀 这种感觉反正比下雨难受 因为那边天好好 今天有夕阳 嗯 可以 挺漂亮的 这边就是湿气比较重 就更热了 那边不是我们只有一个小的伞吗 遮阳伞 然后专门买了把大的 结果又没下雨了 天气预报后面几天还是要下的 对 走走走去吃饭 我们现在来这边拿东西 它是按这种盘子算的 我觉得这个来煮海鲜啊什么的应该挺好吃 对 对 其实可以就喜欢的都拿一点 然后想再要的话 再来拿这些事了 对 还烦 我觉得蛮新奇的哈 对 用粥来煮火锅 我们现在在柜子里拿了一些 然后我看这边还有很多 是不是不一样啊 这是各种丸子 哇 这边好多海鲜 这个生蚝可以哈 它这个好像是比那个里面小一点 那种 对 那带壳的 这边都是素菜 素菜 素菜就先不点吧 待会再看吧 先吃肉哈 先吃海鲜 你看我们选的菜还蛮丰富的哈 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就选择适合煮清汤的哈 对 我看很多比如说什么毛肚啊那些 我觉得那些不太适合 嗯 先下一点 这个猪肚 这个你爱吃 你多下一些 给你来两个 我估计最后这个粥肯定是超级超级香的 我还以为是一个锅煮呢 结果我看到每个人一个小锅 对 我也是那么以为的 这个好像一起煮下去吧 嗯 应该是啊 煮下去 一人一个 应该是这样 我熟了才好多喝吧 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红锅哈 还是第一次吃用粥煮出来的火锅 哇 再会这一锅海鲜粥真的超美味 对 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那边的口味完全就不一样 对 这边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是稍微很清淡的 先下一点 也不下完哈 嗯 这个就是一锅海鲜粥 是吧 对 对 哇 感觉好棒 其实这个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哈 煮海鲜特别好吃 哇 感觉已经浮了一层油了 但是我看很多人还是吃红锅 真的吗 嗯 我们那边的那种火锅来吃 小火锅嘛 对 这个碟子呢 我也是凭感觉打了 嗯 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但是香油换成了酱油 其他都差不多 但我估计的话 有些其实可以直接吃 对 不用蘸这个 这个煮的时间还不知道 反正都煮一煮吧 嗯 太香了 哎呀 感觉吃的还蛮养生的 这个粥得多好喝呀 最后再尝一下这个粥哈 嗯 肯定超鲜的 来试一下哈 先来个扇贝 我先吃个白味试一下 尝一下 嗯 很鲜 就是它本身的味道 对呀 那我觉得好吃的话 还是要蘸一下碟子吧 你试一下嘛 嗯 还是这样跟香似了 我这边加了点那个牛肉酱 它带一点点辣味 然后香油变成酱油了 更提鲜一点 我觉得还是蛮棒的 这个煮的时间应该跟火锅差不多 来吃吧 也可以吃了 像什么那个 那个生蚝 还有那个 山贝都可以吃了 我还是再煮一煮应该也差不多 我吃这些就特别怕烫 对 你看我们那边的火锅 香油就可以来那个 降温 然后我觉得淡一下这个淡水也好吃 直接 就是直接 原味的也挺香的 嗯 又很鲜美 哎呦 这是不是得火一下啊 不然火底了 对 会不会啊 等慢慢煮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猪肚煮是还蛮好吃的 尝一个 又拿了一些 牛肉 什么贝壳 小章鱼吗 他又拿了点这个酥肚 这个是那个粉肠 这个是鱼肠 看我这锅粥 不得了 哈哈好极品 越来越香了 这个这个颜色都有一点点变了 都没那么白了 这个超级香 我看他们都加了点盐进去和胡椒 我也加一点 这个会更香一点的让火车 对 感觉这里吃的差不多了 等会儿把粥给喝了哈 对 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 你看我们两个随便到哪里 都能吃得怪很多东西 这是第一时间就要品尝各种美食 对 但是你让我天天吃这个 我还是可能不太习惯哈 确实 好开动 最后一锅 我现在已经吃好了 然后晾到这个粥也差不多了 试一下 太鲜了 真的味道超级好 综合了各种的海鲜的味道进去 反正比我以前自己煮过的海鲜粥要鲜得多 因为自己煮的话我们会放那么多海鲜 我有送这样 送饭啊 送饭啊 拔死 拴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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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喝两碗粥差不多 对 等一下看一下我们吃多少钱了 我一共喝了三碗粥 感觉差不多了 吃饱了 等离婚了 肉已经吃没了 那就喝粥呗 那时候一直有那种我自己在做饭的感觉 哈哈 对 就是我亲手熬出来的 真的是 亲手熬就是出来的海鲜粥 这是我们今天的战果 我待会看一下一共多少钱 刚刚好200块钱 好 好 走吧 走吧 好我们准备走吧 现在好热啊外面 嗯 刚刚排队了 身影太好了 哈哈 我们就把车停在这边 然后走路去住酒店 因为那边收费有点贵 对 嗯 这边免费的还挺好的哈 对 我们今天能住公寓 那边的那个公寓 我看到价格又便宜 还感觉不错 走吧 就走走两个路口 几百米就到了 然后车就放在这边 路过这边偶遇一只大蜗牛 超级大 那我的拳头 这也太大了吧 这蜗牛 咦 你把它吓回去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蜗牛 好大一只 这一只 哪里 这边也有 我这里 这只好像更大 别吓着它了 离它远 我的天哪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蜗牛 给个参考物 很大一只 我只见过好像就这么点大的 这蜗牛长得也太吓人了 天哪 好大一只 走吧 长见识了 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到房间了 这个80块钱订的这个公寓 我觉得还行啊 嗯 然后停车厅那边也不用给停车费 如果停车厅费 可能停一晚上要几十块钱 嗯就是 嗯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利奥最近的状态 你看我们这几天不去的话 他们有一个群就可以 每天就发给我们 你看利奥在吃饭 嗯 嗯 他在等着 嗯 我们没有给他说要 要让他说吃 哈哈 你看精神状态是蛮好的 嗯 非常好 嗯 然后带他出去上厕所走一走 他现在已经可以走了 对 恢复得非常好 就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 然后后面还要给他提一下 嗯 要辅助一下 这个要辅助一个月 你看他的大光腿 哈哈哈 精神状态是蛮好的 然后食欲啊各方面都非常好 嗯 我感觉就这几天住到院之后 对他来说可能就伤口就完全癒合了 你看给我发的那个照片 我哥哥的癒合能力真是比人强好多 就是才两天多时间了 我感觉他这个生活已经都 都都已经要全部癒合了 然后他就是这周用一下药 止疼压消炎 后面就不需要用药了 嗯 然后我们自己等线期过之后 就可以开车进去天天去看他了 嗯 这两天就不跑了吧 真的太远了 对我们术后第一天的时候去看了 然后来回要好几个小时 嗯 反正我们这两天就可以周边玩一玩哈 对 我还想去澳门那边玩一玩 好现在就让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对 好好休养几天 嗯 好那我们收拾一下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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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